新城乡公所18号在新城村的新城公园 举办110年幸福新城植树绿美化活动 乡公所提供精美静点品还有素描 鼓励乡亲在生活当中随时可以美化家园 而乡长合力台和现场贵宾也亲手种植 完成各自负责区域和乡亲携手来绿美化幸福家园 110年幸福新城植树绿美化活动 新城乡公所并且选择在新城村的新城公园来举行 新城乡亲内围风徐徐是个凉爽的好天气 乡亲们参与相当踊跃 上百名乡亲已经过来面取机现场 活动一开始由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们开场 演练着最新式的游戏教学以及表演可爱的舞蹈 新城乡公所农业观光客设计公园内绿美化区域 乡亲们依照设计到各区域将植物种下 现场种植的植物有仙丹 盘青花 富士荫等等乡亲们发挥了精湛的种植技巧 江湖也提供了精美的纪念品以及树苗 国际乡亲们在生活当中随时可以美化家园 真生的树苗有桂花 月菊 后叶十八木 肖南等等 肖南和立塔与现场的国民们也亲自种植 完成各自负责的区域 以上新细索绿美化来营造幸福家园 看到各位我后面的小朋友 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组织 我们小树林 要让他如何来成长来做到 就需要来安慰来教育他 要来克服他 个人一向非常的反对 在地方来砍树 我们要尽量多来植树 要多多来植树 不只能够捍卫地球 也能够留一个好的环境 也有我们下一代 今天下转树林太平老师 今年来政府不断的推广减能减碳 而种树造林不仅可以绿美化 以及美化家园 同时也可以减能减碳 防止水土流失 保护农田 调节气候 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 是一项利于当代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 记得继续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